小鬼子在我们国家不知道犯下了多少罪行 每每回想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 不对,死都算便宜了他们,更不解恨 应该慢慢折磨,让他们精神崩溃,生不如死 只是二战结束后,我们国人太仁慈了 将小鬼子安全送回国 说真的,我们应该学学美国看看苏联 最后效仿澳大利亚 为什么这么说? 当年美军抓到的日本战俘只会羞辱 苏联稍微好一点,会将半死不活的俘虏填进炉子生活 最应该战上的还属澳军 在二战后期的新几内亚岛 澳军包围了25万日军 他们不打算直接杀,圈起来慢慢的玩 最后把日军折磨到发疯 甚至被逼吃掉自己的队友 光听总是不过瘾 下面我们就了解这段历史 看看当年丧心病狂的小鬼子是如何被虐杀的 1945年村 日本已经如秋后的蚂蚱蹦打不了几天了 但日军政府仍然顽固不详 导致近20万的日军被困在澳大利亚北部的新几内亚岛上 他们早就弹尽粮绝 半年没有人给他们送过补给 就好像早已被国家遗忘 有的士兵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 不如找块风水宝地找死找脱生 上等兵春田也在这片孤岛上 他患有肺牢,咳嗽个没完 队长非常嫌弃 扔给他两块红薯 让他到十公里外的医疗所看病 正值五月份 岛上风景秀丽万物复苏 这跟春田的着装格格不入 他就像个行尸走肉往前蠕动着 终于到了 见到草房外有四五个满身是血的伤员 进屋再看 全市快要死的士兵不断挣扎 当军医得知 他只是得了肺炎 差点笑出声来 把红薯要过来 让他赶紧滚蛋 又像个乳虫一样挪回去 第二天踩到营地 却被队长狠狠地揍了 废物 粮食被抢还有脸回来 给老子滚回去 他只好又亮枪地再去医疗所 军医告诉他 红薯吃完了 想看病再拿食物来 结果回去又挨打 差点没站起来 队长都感到无语 年纪不小竟然笨得跟猪一样 又扔给他两块红薯 最后警告 再回来就自杀吧 来回走了那么远 早就两眼浑花 体力严重透支 拿出那块小的红薯刚要吃 抬头看到前面有烟 他神色紧张 拿过枪慢慢靠近 这里竟然有热食 刚想拿 旁边的狗乱叫 随后一个土著居民走出来 春天念叨着 我不会杀你 给点东西吃好吗 听不懂语言 对方被吓跑 来不及追 他只想吃些熟的食物 没想到一抬头看到三个头颅 挂在树上 是日本兵的头 吓了他赶紧跑 又来到草务 外面坐着几个伤员 看着情况也就明白了 进不进去都一样 弄不好还会被抢去食物 有个军官竟然可以生火 其他人围过来 希望帮他也煮一煮 军官笑着说 可以 但是红薯要分一半给我 随后又看到新来的春天 让小兵长送拿烟叶去换 小兵苦苦哀求 春天看他可怜 把小的那块给了他 说不要咽咽 长送非常震惊 都快被饿死了 还有人送吃的 怕对方反悔 赶紧抢过红薯 转头递给他的长官 这个家伙笑嘻嘻的 掰开一丁点 也就小拇指头那么大 饿得前胸贴后背 这一点哪够 甚至放进水里都能化了 夜晚春天从梦中醒来 看到军医在打长送 原来是他太饿了 到医疗所里偷食物 眼看就要被打死了 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春天看不下去 把自己唯一的红薯拿出来 想换小兵一条命 就在这时飞机空袭 把军医的头打爆 医疗所也被炸了 小兵不关心这个 他要红薯 越多越好 都装进他的包里 就连春天手里的也要抢 等别人都跑光 他躺在火光下大笑 然后站起来哭笑 看这里美吗 可惜欣赏风景填补饱肚子 那有没有植物可以吃呢 在这片未知的领地 看似漂亮的花或叶子 只会更快地要人命 只有野生的红薯可以吃 但就这东西也是可遇不可求 春天就靠这块巴掌大的红薯走了三天 肺牢让他渴血 眼窝发指 如僵尸一般 就这样孤零零地走着 还剩最后一小块 狠心吃下 又坚持一天 真的走不动了 躺在猎子下 他掏出手榴弹 想着结束了吧 就要拉开薄险环的时候 家乡的漂亮妻子 突然闯入脑海 真是不甘心 无意间转头 不敢相信 那是不是番薯的叶子 努力支撑了战器 果然是 顾不上泥土 直接狼吞虎咽地啃起来 结果生吃太多 又喝了不少凉水 肚子疼得抓心脑肺 火 有火就好了 他找了半天 终于碰到个村寨 后面还有个教堂 不知道有没有火柴 却因为实在太累 恍惚间睡着了 再醒来 发现一对小轻女跑进来 他也不想再杀人 就想要跟火柴 女人大叫 怎么说都不听 春天一激动 不小心扣动了扳机 男人吓得跑出去 三枪都没打中 意外的是 女人的身下有块案板 里面竟然有盐巴 运气好到 就像老天有意帮他 不要以为 这是他的逃亡经历 也不要觉得 这根本不够惨 别着急 好戏才刚刚开始 春天吃了盐 和红薯缓和了许多 抬头碰到令子小队 他挖的红薯 被这些人说成是 上天的恩赐 这个小队的队长说 上面已经下令 让雷伊岛上的士兵 全部转移到 帕龙棚集合 然后会有船 将他们送到日本树物 他们终于不用 带在这个鬼地方 可以回家了 春天感觉有了希望 他将盐分给士兵 祈求能带上他 他的枪丢了 自己又患病 只能依靠别人 小队认为 有红薯有盐 怎么都能走出去 真是异想天开 新吉利亚岛面积 78万平方公里 多山脉高原 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 是世界地势最高的岛 还有悬崖峭壁 险像叠升 再加上盟军的飞机 在头上盘旋 看到有动静 就是一顿扫射 想走出这里 做梦 第四天 小队在丛林里 看到一个兵 奄奄一息 手里抱着个兽雷 他们称之为 临死前最后的体面 这个要自杀的兵 看到有人经过 费了好大的劲 才说出几个字 今天天气不错 爆炸后 瞬间变成碎肉 就剩下一只脚 和半个头 没有痛苦 接着走 又看到更多的日本兵 各个苟延残喘 即将断气的样子 在这里 他竟然碰到了小兵长松 他也没死 还跟他的长官在一块 看到春天也还活着 两人勉强一笑 这也算是缘分吧 他好心又送给小兵红薯 结果还是转身 递给了他的长官 这个家伙虽然腿受伤 但是在小兵的照顾下 精神很好 天又下雨 又潮又湿 走了半个月 红薯已经吃完 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低头看到一具尸体 上面爬满了蛆虫 习惯了 也不觉得恶心 反而觉得那些肉虫 应该可以吃 他难难道 烤着吃应该很可口吧 再往前 最不缺的就是干湿 有时候三五个 有时候一堆 他无暇顾及 自己已经饿得头昏眼花 不知不觉间小队也已走远 亮枪着 刚走出一片高尾草 突然眼前的一幕 让他惊得说不出话 他看到大片的残肢 那场面根本无法形容 如果把人比作一个花孤朵 那这地上就是铺满了花瓣 吓了他亮枪着后退 才看到小队正躲在下面 原来这里是登船的必经之路 奥军专在这里设卡 队长说 别大惊小怪 好好休息 晚上能溜过去 队里的一个小兵小声地问 还有没有盐 春田的红薯是吃光了 盐确实还有些 刚要掏出来 士兵按住他的手 示意走远一点 得到恩惠的士兵 告诉春田 你以为他们好心吗 给你个忠告 到了晚上 别傻乎乎地走在最前面 夜幕降临 队长提醒该动身了 几人带上钢盔 这才看到 后面一大批日军 非常多 他低着头 慢慢地挪着布置 天太黑 伸手不见五指 一不小心掉进洼地 挣扎半天才勉强上来 但是却迷失了方向 好像哪里都不对 努力看清楚 才发现前面人头传动 立刻跟上去 趁着微弱的月光终于看清 四周好多人 就在这时候 起码30艇机枪疯狂扫射 这些人就入案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人都打烂了 还要打 猜得出来 奥军真是恨透了这群小鬼子 春天就这么看着 爬上去的人全部滚下来 堆成小山 如果当初不是那处袜地困住了他 别想活到现在 终于挨到天亮 双眼所及都是死亡 惨不忍睹 奥军来打扫战场 没想到还给没死的兵点了支烟 然后被抬走 春天断定 这里不全是奥军 应该还有美军 把短裤脱下来 举着白旗 他要投降 这是在赌 赌对方不杀俘虏 过来个吉普车 果然是美军 他刚要起身出去 旁边的一个兵率先跑出来 一样是投降 结果 女人是被救出的平民 她大吼着将人打成肉泥 当地的居民都是深受其害 恨不得吃小鬼的肉 喝他们的血 春天心里的那点希望 瞬间破灭 甚至更加绝望 还浑浑噩噩的走回去 加上早晨的雾气 仿佛进到地狱一样 死亡 全是死亡 幸存的几个蹲在肉的旁边 好恶心 这跟形式走肉还有什么分别 真不如死了算了 春天看到苏夏的队长 这家伙竟然还活着 但好像被吓破了胆 目光呆滞 似笑非笑 还竟然双手合十 祈求佛祖的原谅 难道这不是你应得的报应吗 看样他真的是疯了 或者精神崩溃 让春天割下他的肉来吃 把他吓得疯狂逃窜 半个月后 饿的人开始出现幻觉 那些碎尸变成了 袖色可餐的美味 谁也承受不住饥饿的煎熬 当就快吃的时候 模糊中看到有人靠近 原来是那个小兵 这人还算有点良心 不忘当初是春天救了他 将晒干的猴子肉分给他吃 当被饿到极限 这有食物进到胃里 那种痛快的感觉无以言表 等他稍微恢复些体力 小兵参扶着他去见长官 那么久了竟然都活着 互相之间也算是点慰藉吧 途中他问小兵 干嘛老是跟着那个军官 完全可以自己求生 小兵说 我们是同乡 而且一个人总是感觉孤单 他那里还有烟液 各取所需罢了 春天这才觉得 这个新兵蛋子并不傻 他还说 我们睡觉的地方分开 即使是相遇为命 也不能掉以轻心 说着抽出一把大砍刀 靠在岩石边 春天有些顾忌 相处这么久都互相提防 何况是他 猴子肉 他在这一年多都没见过有猴子 难道他就是猴子 想到这儿春天不敢睡觉 那把砍刀太吓人了 但是困意席卷全身 别管怎么努力睁眼 眼皮就是不听话 突然 既然没事 小兵睡得很沉 他开始有些欣慰 别管是不是猴子 小兵应该不会害他 一块见到长官 三个人就向分别很久的朋友 嘘寒问暖 军官命令小兵去打猴子 只能不情愿的照做 他在春天身边 故意蹲下系鞋带 小声的说 别相信他 春天没反应过来 军官说 你的手榴弹呢 拿出来看看 每个士兵都会有个手榴弹 那是万不得已 了结自己的宝贝 当生不如死的时候 这铁家伙能给自己来个痛快 春天没多想 掏出来递过去 没想到军官放进自己的兜里 再去拿碗了 僵持下 听到不远处的枪声 他谎称去帮忙 等来到这里才发现 小兵根本不是打猴子 是杀人 杀日本兵 突然枪口钻到这边 惊恐了他假装套出手榴弹 小兵笑着说 别紧张 你是我的恩人 不会杀你 快步走过来 春天下意识的退了两步 手臂露出来 这在告知手榴弹被他的长官抢去了 两人跑回去 军官问 猴子呢 小兵随便扛舍一句 转头就走 春天没反应过来 被扔过来的手榴弹炸倒在地 蛋片打到他后肩膀的一块肉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食欲 他只能将这块肉吃进去 其实小兵一直都是信任他的 只是春天认为 到这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是猴子 小兵带他来到一处水源 守在这里 那个混蛋早晚会回来 春天说 你们相处那么久 非要自相残杀吗 小兵讨讽 只是养个猴子罢了 不杀 是我吃了你 还是你吃了我 几天后 这个长官终于出现 他不是求饶 是命令小兵开枪 如果他真有这个胆的话 这才明白 原来是小兵的妈妈托付长官 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两人是同乡 更是长辈和晚辈 小兵很痛苦 军官得意的又说个没完 没想到他真的开枪了 军官也不敢相信 觉得自己没中胆 勉强要站起来 小兵插上步枪 拎起大砍刀 就像剁菜一样 没有丝毫猶豫 然后趴上去 撕药藏着 这跟怪物还有什么区别 春天折回 他要去拿枪 野火 这部电影非常刺激 把暴力血腥发挥到了极致 不过放在小鬼的身上 还挺合适的 不然的话 别管谁看这部电影 都会有恻隐之心 肯定有小伙伴觉得还不够解气 那就去看看原片 我是经过了大量删减 那些恐怖的画面 根本不敢放 温馨提示 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朋友 还是算了 这其实就是披着 战争外衣的恐怖片 关于更深层次的思想表达 跟1959年的那部野火 根本没法比 不过这部翻拍的 看起来更爽 更带劲 还是要叮嘱一下 为不好的同学 谨慎观看 好了 本期视频结束就到这里 电影好看 记得点赞 也别忘了观众 下期更精彩